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是一位球队的核心和队长 她就是如今四川安娜·普尔纳的总经理 马尔 马明语 我们欢迎马总 大家好 主持人好 CPTV的朋友们大家好 说到这个02年的世界杯 其实呢相对来说像我这种80后 对于那一届世界杯的印象是非常非常的深刻 今天呢在我们的这个访谈环节当中呢 不但是有我们的助理主持小易 我们另外呢还有一位非常特殊的助理主持 我们的小彪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对马总 进行我们今天的访谈 想跟马总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世界杯的话题 那么小易 你相对来说啊 很年轻啊 你对于02年世界杯有没有自己的一些印象呢 其实02年我也不怎么懂球 但是受身边人的影响也看过那么几场球 当然咱们的国族队长我还是知道的 不仅我知道我们小彪也知道 小彪小彪 我在 你知道谁是马明宇吗 马明宇是甲英足球联赛黄金一代的代表之一 就在甲英四年时间里 他曾经效力达穿全新足球剧任务 和广州红圆足球剧任务 代表国家队打过71小彪 在小彪小彪20000 当年因为这个中国队踢世界杯 我记得我们学校还放了半天假 说到这一点真的要感谢马总了 你打算怎么去感谢我们的马总 我打算跟马总玩一个游戏 咱们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正问反达 正问反达游戏规则 来宾需要接受助理主持的提问 每题有三秒作答时间 回答必须和正确答案相反 回答有质疑或者回答不正确 均无想 那么结束了之后 如果我们的小彪觉得你的回答问题特别棒的话 节目的最后我们把小彪送给你 就是还有奖品 挺好的 我刚才听他对我挺熟的 是 来 阿总请听题 第一题 C罗和梅西本届世界杯 您觉得谁能走得更远呢 我觉得C罗吧 我更喜欢C罗 征战世界杯是您这个职业生涯中最骄傲的事情吗 不是 出征前有没有想过会担任咱们的这个国家队队长 想过 国家队队长难当吗 太好当了 太好 米卢是一位好教练吗 不是 不是一个好教练 您喜欢大家叫您马儿还是老马 老马 您开影楼赚了钱吗 赚了一点 贝给您一次机会 您会选择踢球还是说创业呢 创业 好的 小扑小扑 马明宇回答的怎么样 今天吃多了 想要大功耗 要不再上个问题吧 挺好玩的 这个 现在回过头来复盘的时候 应该说01年的预选赛 我们是顺风顺水 看上去 但这实际上 我相信我们辗转了东亚 西亚 包括中亚 这其中一定会有很多的波折 您能不能再给大家谈一谈 这其中一些不为人知的一些波折 我们第一场打 这个阿曼可能大家都很清晰的 都能记到 我们背叛了一个点球 其实这个点球如果进了的话 就是很难想象我们后面的结果 但是恰恰这个球被耸明将军给哭出来了 神扑就 那么最后这场球我们是这个客场 反败为胜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来到了卡塔尔 因为在西亚踢球 它不是对手的问题 最主要是天气问题 实在太热 所以说第二场来到卡塔尔以后 还是先被对方领先了 到最后应该说有点伤情捕食的味道 在这个时候最后由李伟锋 攻进了扳回比分的关键的一个球 其实当时我们打完这两个客场 我们全队上下 其实我们感觉这次把握了80% 感谢这两个不容易打的客场 为我们郭竹当时的出现 打下了一个很好的结束 所以说足球比赛有人讲足球是圆的 那您是不是认为 我们在01年预选赛出现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运气的成分 确实我们占据了很多天时地利 特别当时我们国家的国力 包括深奥的成功 国际竹联这个大家庭 确实当时也是很需要 中国这股倔起新兴力量 其实对国家队比较好的外围环境 当时已经有了 细节上当然就加上我们队员 包括米鹿教练 细节上也做得比较好 所以说整个我觉得那一节出现 应该叫随到取成 您刚才在我们证问反达的时候 也提到了 说当国家队队长挺轻松的 米鹿当时是什么原因 考虑把队长球标突然间交给您了 很突然 就是说视线完全没有一点征兆 也没有什么沟通